天花板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春雨設計宋文玲 今天簡單跟各位觀眾朋友 分享我們室內每一個空間 在燈光照明的需求 以及氛圍營造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在客廳的部分 客廳我們主要都比較注重 採光以及親切感 除了一般我們要讓天花板 它的表情比較一致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BB砍燈 來做照明的使用 如果說我們今天房子 剛好屋高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選擇五吊燈或七吊燈 來創造出一個客廳的華麗感 在這個地方 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就是說在燈泡的選擇上 我們會建議選擇省電燈泡 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 省電燈泡它的單價比較高 但是因為它比較耐久 以後可以避免你日後 再更換上的一些困擾 再來在臥室的部分 其實臥室就是一個 讓我們先前比較放鬆 然後要休息的空間 所以我們會建議觀眾朋友 在臥室的部分 我們採用了比較柔和的燈光 可以使用一些間接光源的配置 就可以達到 讓你在臥室的空間裡面 有放鬆的效果 在睡覺前會有一些閱讀的習慣 我們就可以建議觀眾朋友 挑選一、兩盞比較漂亮的 閉燈或床頭閱讀燈 除了說可以讓你拿來閱讀之外 其實也可以營造出 整個主臥床頭的一個造型的效果 再來是小孩房的照明 其實小孩房的照明 它會隨著小朋友的成長 以及活動量來做更改 首先要考慮的 其實是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在小孩房裡面 我們比較建議觀眾朋友 不要選擇有落地燈 或者是一些有電線的燈具 以免小朋友會絆倒然後受傷 此外我們也要避免選擇 高熱的乳素燈泡 因為會發生 小朋友可能會摸到 會燙傷的狀況發生 另外在造型上 盡量就是以色彩鮮豔 或者是活潑一點的燈具 來為小朋友做挑選 在書房的照明部分 如果太強烈的 明亮的對比之下 容易讓我們的眼睛 產生疲勞的感覺 因此我們建議 在書房的部分 我們就是使用 用間接照明搭配台燈的使用 這樣一來燈光會比較柔和 我們長時間的閱讀下來 我們眼睛也比較不會 感覺到疲憊 最後在浴室的照明部分 其實浴室的照明 只要明亮 然後可以讓我們在 書化妝的時候 可以使用就可以 但是如果說 我們想要特別營造一些 飯店式的浴室的氛圍的話 我們建議觀眾朋友 可以選用一些 比較特殊的避燈 或者是再打上間接的光源 如此一來 你的整個浴室的氛圍 就會特別的不一樣 以上就是簡單 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 我們在室內 每個居家空間裡面 燈光的運用 以及基本需求